同学们,大家好 这一节课,我们来讲一下复选框 教学目的 一,认识复选框 二,掌握复选框的相关属性和事件 三,掌握复选框的可思化编程过程 下面,我们来讲新课 复选框,checkbox 复选框,为我们提供了若干个选项 用户可以同时选择多个选项 复选框的常见属性和事件 我们在程序设计中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找到工具箱中的复选框 checkbox 将其拖动到窗体上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相关属性 看一下 checked 只是组件 只是组件 是否处于选中状态 我们如果把它 save去的话 那么 这个 就有一个勾 如果save force的话 那么这个勾就不见了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第二个属性 这个属性 checkstand 这个属性呢 为复选框的状态 这个有三种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 未必选中的状态 第二个是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选中的状态 当点击选中的状态的时候 这里有个勾 第三种是 这种状态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时候 在这个复选框中 有一个方括号 一个小方形 那么第三种状态 是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 想一想 假如说 你输入的一段文字中 有宋体 又有黑体 当我们选择 这段文字的时候 你说它是宋体 还是黑体 那么既有宋体 又有黑体 包括在内的话 那么 就变成了我们刚才的 第三种状态 大家注意 第三种状态 中有一个方形括号 啊 方形的 现在 我们再来看一下 checkbox 事件 我们点击事件啊 这个地方 在这里 有两个最主要的事件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是 check change 啊 这是它的默认事件 这个是 每当 check的属性 更改时发生啊 看到没有 注意 这个是更改时发生啊 啊 也就是 当选中 或者是没有选中啊 在选中与没有选中之间啊 发生了这个 check 和 change 事件啊 第二个 我们把这个拖 宽一些啊 就是它的 check stand changed 这个呢 就是 这个呢 当更改啊 check stand 属性时发生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啊 check stand 这个属性呢 有三种 一种是选中 二种是没有选中 第三种啊 就是这种方括号形式的啊 出于选中状态 但是呢 这种啊 包括选中 和没有选中啊 两种内容 在一起的啊 这种 形式 那么 当 这个 发生啊 属性发生 更改的时候啊 这个是呢 就会 产生这个 事件 好 这么讲呢 大家还是不能够理解 当然 有些呢 啊 这些属性和事件呢 啊 虽然我没有讲到啊 但是大家可以自己 在实践啊 中 实习一下 现在呢 我们来做一下程序啊 来做一下程序 首先啊 就就是这个程序吧 我拖动三个 复选框 好 前面也讲了这么久的这个可视化编程了 那么 我在这个编程的过程呢 一切从简啊 只要大家理解方法就可以了 把这个改一下啊 特斯属性 特斯属性 这里的LAM属性我就不改了啊 第一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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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学历 第二个是 第三个是 具有良好的沟通灵力 好 首先把这个字啊 稍微默认的 我们开始更改的时候 三个再添加一个按钮 确定 好 我们添加了四个空间 这四个空间的啊 LAM属性 我们都是默认词 我们看一下啊 LAM属性 第一个是 checkbox1 啊 第二个是 checkbox2 那么 第三个肯定是 checkbox3 啊 这个确定按钮是 but but1啊 好 现在我们来做一下程序 首先双击啊 checkbox1 好 进入这个 checkbox1 这个事件方法啊 当它 选中 选中或者不选中的这个啊 这个啊 过程中 产生这个事件 也就是当我们点击 或者是去掉啊 这个勾的时候啊 那么 就发生这个事件 那么这个事件啊 我们来做一下 if 假如 假如 box1 1 点啊 属性 选 选 选中的话 t r ue 啊 这个地方要讲 双等啊 啊 那么 那么 在这里啊 我还要声明一个 在这个上面 我们还要声明一个啊 声明一个学历啊 声明一个学历 第一个是表示学历吧 学历啊 学历啊 那么 学历 等于 等于 本科 要么 学历 等于 空 好 现在我们回到啊 设计 我们 点击第二个 啊 在这个上面呢 我们还要啊 定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呢 我们 叫做经验吧 同样的道理啊 这都是一样的 改一下就可以 假如 checksbox 2 被选中啊 那么 经验 等于 啊 等于什么呢 等于 有三年 有三年以上 C 下 符 编程 经验 要么经验等于空啊 啊 注意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再回到 farm 点cs 这个search 我们双击第三个 这个 push按钮啊 啊 双击 同样的道理 我们把上面这一段 复制下来就可以了 转接啊 转接啊 那么在这里呢啊 我们在上面 要加一个 这个字符串编量 那么 这个呢 啊 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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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 当 checksbox3 被选中的时候啊 啊 那么 沟 通啊 沟通能力呢 啊 这个地方呢 写上 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要么啊 这个沟通能力来 等于空 好 关于这三个啊 复选空了 我们就已经做完了 现在 我们来做一下 确定按钮啊 双击 确定按钮 啊 那么确定按钮 我们怎么做呢 啊 我们主要是显示 啊 这个 他的有关啊 这个 信息 那么我们 前面已经学到个 啊 Message 我们用Message 来做一下 Message Box Fox 点 Share 我 啊 这个加啊 也是字五串的连接符 学历 加 加什么呢 那我们看一下啊 学历 加经验 加沟 通能力 啊 学历加经验 加沟通能力 那么这个程序我们就做完了 啊 啊 我们来运行一下程序 首先回到这个窗口啊 砍确件加F5件 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小化一下看一下 首先我点一下本科学历啊 我本科学历啊 现在在具有沟通能力 等一下 我本科学历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啊 点一下三个都选中啊 我本科学历有三年以上C Sharp编程经验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现在我再去点一个啊 我本科学历有三年以上的编程经验啊 那么这个程序呢 我就做完了 好 关于 checkbox 这个复选框啊 的程序 我去讲到这里 大家要注意啊 他和单选啊 这个按钮与什么区别 单选按钮啊 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 但是复选框 可以 选择多过 好 同学们 这节课 我去讲到这里 再见